然后啊,网红,网红全新啊,被各的各社交平台给封建了啊 这个成为了这个搜索量第一的这么一个事件吧啊 反正百万级网红啊,网红全新啊,已经被各大媒体平台屏蔽啊 就是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 网红全新呢,本名叫做网红全啊,是一个90后吧啊 93年12月份,一个河北的一个这么个人啊 他这个抖音账号啊,当时拥有粉丝是437.4万元啊 就是说,显示了就是违规啊,账号呢 目前已经被这个封建吧啊 就是说,网红全新抖音最后一次啊,直播停留在3月30日啊 除了抖音呢,网红全新微博账号显示啊 该账号也是被这个违反了规定啊 就是说,无法查看啊 嗯,根据就是说,了解啊 网红全呢,名下共关联了4家公司啊 分别为这个,呃,公司在这里就是不讲了啊 其中3家呢,呃,为这个传续状态啊 一家呢,被诸销 这些公司呢,主要涉及珠宝啊,皮具啊,歪画灯 很多领域吧啊 靠这种炫富走红网络啊 称啊,他自称啊,在北京呢 一个小区有7套房啊 在社交平台上啊 网红啊,网红全新 靠炫富走红网络啊 反正就是网红全新啊 曾经接受就是 嗯,采访时啊 就说啊,嗯,全身 就是没有八位数啊 不出门,每天出门呢 嗯 如果身上打扮啊 夹在一起没有八位数呢 嗯,我肯定是不可以的 他是接受采访这样讲啊 还说啊,在北京的某个小区啊 拥有7套豪宅啊 最大的一套是991平方啊 这个,这属于是别墅级别的啊 但他嫌弃这个房子 整天炫富啊 看着就烦 这个就是说啊 很多网友就是期盼的被封啊 很多网友说是大快人性啊 早该封了啊 感谢大家收看啊 感谢大家订阅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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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